前一时期 一直是亨特先生 才就涉港问题发表错误言论 这两天 今天又似乎换了个人出来 又在继续就香港事务来指手画脚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过协调配合 中方对亨特先生的涉港错误言论 已经做出了坚决的回应 中方的回应也适用于 英国政府其他官员的类似表态 我今天姑且克制一些 我不展开谈 但如果英方某些人执迷不误 一错再错 恐怕就要再说到说到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